不是 你的大哥是你的大哥 你的大哥也不是我的大哥 為什麼你的大哥說什麼 我這邊就認你是大哥 所以柯的意思是你們老的事 跟我沒關係 我覺得這很現實 就是如果就政治上面來看 當然我認為郭台銘 他一定想要辦法在這個 這個階段去證明他也有陸軍 可是你的陸軍是你的陸軍 你的陸軍發展你的組織 不見得要幫我 會幫我民眾黨發展我的組織 你現在一天到晚跟我叫說 你看你有組織 那請問一下 我們用最現實的概念來看 那如果我是民眾黨 我一定會問那干我什麼事 你會幫我發展我的什麼東西 你要談也要這件事情嗎 所以我覺得現在當然 對挺郭的人來講 為什麼有這些訊息出現 我認為他們急 是 你如果不急幹嘛 這時候丟這個你就繼續啊 反正你們不是花了很多時間點嗎 八月八號那一天 本來有重大訊息要宣布 所以我看到了特別嘉賓 我也覺得很溫馨 但是至於宣布了什麼 後面再說 那我們就講嘛 你有達到什麼樣一個狀況嗎 第二個時間點說八二三 那八二三現在看起來 我真的覺得啦 因為我記得很早 鄭傳媒就已經有寫 就是說那個民眾黨這邊 其實也有在評估 其實不需要說 我這個時間點 我去幫郭台銘 因為郭台銘自己一直在講說 我八二三八二三 我要去那邊 你看他今天最新的講法是什麼 他八二三要去弄 用那個和平倡議 所以他已經提了這個 那正式要到金門去提 我也真的必須 我不是潑郭董冷水 和平倡議這四個字 這個民進黨也都提過 國民黨也都提過 馬英九當年搞什麼東海和平倡議 那搞了歸搞了也沒什麼人 也沒有其他國家負荷 就你各自要提這個沒有問題 郭台銘之前心更大 還要找AIT的人一起去金門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講說 他們擠 因為很簡單 對郭台銘的支持者來說 有多少人可以跟郭董一樣 那個心這麼的定 箭在懸上 主持人這些都喜歡講 箭在懸上 那很多人就講說 你到底是不得不發呢 還是到最後 還是拉弓不射 對啊你拉弓不射箭 到最後那個弓可能也會鬆 最少那個弦也會鬆 那個到最後撐到最後彈心疲乏 一射出去 不是拉弓的人很累 你要維持著那個姿勢 就要一直擺得很難 那現在問題來了 請問郭台銘是公還是賤 我認為他是賤 那幫忙拉弓的是誰 不是郭瑪 很累了 你說這些大哥們嗎 當然啦 所以是大哥們說 大哥我真的累了 麻煩一下趕快決定一下好不好 我們再用更實際的狀況 那個大哥幫忙拉弓你知道 旁邊的人要嚇出去嗎 再等等 再等等 等多久 旁邊看了也疲憊 所以我剛剛講 就是說這個當然 形勢上面 你會看到為什麼這段時間開始 大家又開始拋這個議題 那就很簡單嘛 你今天用這個方式 你訴求的對象叫做民眾黨的柯文哲 那對於柯文哲來講 我不認為他內部不會去評估說 為什麼這兩天大家一起在喊 那你如果郭台銘真的有心的話 你真的要衝的話 有這麼在乎柯文哲嗎 我覺得謝典林接受專訪 那件事情是重要的 因為他另外講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今天之所以離開國民黨 是希望下架民進黨 可是如果今天下架民進黨 這件事情只有郭台銘 自己一個人要選 不會成功 那我這時候選擇 繼續跟郭台銘站在一起 我不講說謝典林的狀況 但是郭台銘會不會成為罪人 會啊 連聖文先定調 連聖文之前就已經是講說 你要成為英雄還是罪人 那個話已經講得很重了 那問題就回來了 現在在願意跟郭台銘站在一起 那些國民黨人 不管是謝典林已經退黨 或是還沒有退黨 如果郭台銘只是一個人要參選 這些人願不願跟著郭台銘一起背負 當時連聖文口中罪人 那兩個字 那個話很重 開什麼玩笑 所以謝典林他一定會調整 如果你今天是要郭柯 而且你看他先講 他當然認為是郭侯可以合作 侯郭也可以 就他認為機會不大 所以他進而去退去講說是郭侯 因為郭侯 郭柯對不起 但郭柯後面其實還有一件事情 是謝典林沒有說的 如果郭柯合作了 侯友宜的角色是什麼 郭柯合作了侯友宜 還有什麼角色 沒有啊你就繼續選嘛 對對當然選是一定的啦 那你就成為沒有辦法下架民進黨的罪人 就把罪人找這個變你 但我們兩個人合了以後 然後勢力如果越來越龐大 那另外一個就變成你要不要尬過來合 要不然的話 萬一我們輸一點點 那就是你了 那就你了 就好像兩千年到最後宋楚瑜是差了 大概三十幾萬票 然後大家就回頭說 所以是連載你們的問題嗎 不是宋楚瑜的問題 到最後就選票決定輸贏 這個很現實 我覺得選舉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那是謝典林沒有說的 也就是叫今天到底誰要來擔負罪人 但是如果還沒有到那階段 你謝典林如果今天柯文 郭台銘堅持只要自己一個人選 大家都知道三個人都下去 就不會贏的 你還要再去跟他 那不好意思 你也是罪人 所以我覺得現在對挺郭的人來講 老實講你說與其說去逼柯文哲表態 我倒認為一部分是要郭台銘表態 你幾次都說要 都被傳說要表態了 到現在真的成為都市傳說 你知道嗎 因為沒有人知道 你什麼時候會真實的發生啊